请问一下你跟华哥在拍那场比较亲近的戏的时候 除了我们看到的经验之外 包括华哥的身材很好之外 有没有戏之外的比如说蚊虫叮咬之类的事情发生 被蚊子咬啊有没有这种事 就比较受苦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是肯定的啦 我们那个季节就是夏天最热的那个季节 五六七八这几个月最热的时候 我们从拍山洞开始穿美容服开始 到最后不穿衣服都会很热 每天都流汗 我们拍很亲近的那场戏也是 没办法两个人都是汗流加倍的 因为天气太热了 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人 全组人都被咬的乱七八糟 因为那个地方蚊子特别的多 听说华哥也很好地保护你 不知道是怎么保护的现场 首先我觉得华哥很 先制造一个让大家都不会紧张的气氛 就是我觉得对于华哥来讲他太有经验的一个演员了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很专业 也很有这个演员的特别是前辈的这种姿态 然后他也知道我们大家都清楚这场戏是要这样拍 然后也要脱这个衣服 但是我们给镜头看到的是一个背 老爷也说了嘛 本来这边部门还挺那个紧张的说 那个要不要给你找替身啊什么的 老爷说不用吧 你们那个女演员走红地毯的时候不都弄背的吗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打消大家顾虑的一个说法 然后在拍的时候呢 老爷又希望这个女孩子很火辣 我觉得佳琳姐刚才说的对了像个小辣椒 脱衣服都是那种特爽的那种 穿的一下就摘掉所有的衣服 好像是其实摘掉了 其实做了很多很很安全的保护 华哥都笑场了 因为那保护做的有点不太好看 但是很安全 因为这个安全大家都很放心 就没有顾虑 演起来就跟什么都 都是很正常 然后第一个帮我披上衣服 刚刚一开第一个帮我披衣服的小辣椒 因为我怕笑场 他还画了一个米老鼠 哈哈哈哈